不知道什麼時候,1111每年的11月11號 變成了一個慶祝單身為名的光棍節 然後在這一天宣揚單身一個人 也可以好好shopping這樣的理念 然後又變成了一個購物的節日 我個人覺得這個活動的發想是非常的好 但是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 濫於充數,明明就有伴侶 你還要在那邊跟人家搶光棍節的優惠 欸,哪有這麼好康的事情 現在那些單身覺得很靠北的人 一定心裡更堵了 老子老娘已經單身覺得很難過了 你現在每天在那邊提醒 然後我身邊看到大部分去shopping的人 都是雙雙對對的 你看,搞得很慘嘛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要辦好光棍節的話 所有天底下的廠商來聽我的 你要辦好光棍節 就遵守以下三個準則 第一點,單身購物優惠 你有伴侶就不准拿 欸,你有伴侶的跟人家搶什麼單身的優惠啊 我們這些單身的人已經沒辦法過情人節了 你現在還要跟我們搶光棍節 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如果在這一天你要購物的話呢 一律在這一天上傳你的分手簡訊的截圖 認證之後 你就可以進行光棍節的購物 當天的話,正常價錢全部Double 你按雙雙對對碼 今天我在光棍節 就給你雙槽雙滿 只有單身的人經過認證你才可以購物 人家光棍優惠不是拿來給你買禮物送伴侶的 你是有伴侶的人就低調一點 今天你就安靜一點 按靜一點 第二點,購後持續追蹤 抓到加重除分 買完之後呢 一個月之內我們要去追蹤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單身 如果發現說他是給我假單身的話 律師起訴 絕對是嚴懲 你可能會想說 如果我有伴侶 我就裝一個月沒有伴侶 我告訴你一個月撐不住了 你有辦法撐一個月 你伴侶不一定有辦法撐一個月 那你可能問說 這麼大批的族群 我們要去哪裡找人來追蹤他們 很簡單 我們馬上成立 單身監察署 這個單身監察署 全部都是雇用一群單身的人來工作 天底下哪有比這群人更見不得人好 不是 哪有比這群人更希望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是公平的 我們成立單身監察署 真正達到專法專用 顧到單身人的人權 第三點 發行單身貨幣 真正提高單身價值 大家都說什麼 單身貴族對不對 貴族是怎樣 貴族是家 不是 貴族要有錢 那錢從哪裡來呢 剛才講的成立單身監察署 專法專用 我們發行虛擬貨幣 現在不是很紅嗎 比特幣 比特幣 我們就要發明 比產幣 比特幣 這樣子的東西 由單身監察署核發 然後所有單身者領到 市面上單身的人越多 這個幣值就越高 只能夠用在 像光棍節 或者是單身限定優惠的狀況之下 欸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切都串起來了 我如果成立了單身監察署 發行單身專用的 單身筆產幣這個東西 我們用這個筆產幣去消費 就可以有效杜絕 那些有伴侶的人 爛魚沖術混進來 使用單身的人的優惠 欸 你看 這才是真正的光棍節嘛 真正能夠達到 提升單身價值 讓光棍變成一種榮耀的世代 蔡威我 蔡威破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